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Cat。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令多個中共一帶一路的關鍵國家受影響, 令中共這總金額高達4萬億美元,施行近十年的全球戰略計劃加速崩塌。 至4月7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已超過40天, 作為一帶一路進入歐洲的關鍵節點的俄羅斯, 因為受到美歐等西方國家的全面制裁, 已無法再作為中國貨櫃進入歐洲關鍵的中轉站, 即是通過中歐鐵路再經過俄羅斯的聖比德堡轉海運進入歐洲。 而必須向南經過白俄羅斯、波蘭等國家, 在綠路繞一個圈再進入歐洲。 而飽受戰火郵輪的烏克蘭正處於歐亞大陸的交界處, 是亞洲進入歐洲的重要門戶, 亦是中國獲取能源、糧食和軍用裝備和技術的重要來源國。 其他一帶一路的完善國家, 如白俄羅斯、波蘭和羅馬尼亞那樣, 受到俄烏戰爭的波及也非常大。 其中白俄羅斯因為在這次俄烏戰爭中, 站在俄羅斯一邊已經遭到多項的連帶制裁。 由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 是中共以經濟滲透為主導, 扶以科技控制的全球戰略, 目前已經延伸到全球的149個國家和地區。 一帶一路是包括綠路和海洋兩個部分。 在綠路通過亞洲、中東歐至西歐的絲綢之路經濟大, 即是一帶。通過南中國海、印度洋、 向西經過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 到達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即是一路。 中歐巴列是中國和歐洲陸上貨運的重要通道, 是一帶一路陸上經濟大的最重要載體。 主要有西、中、東三條運行路線, 需要經過哈薩克、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等國進入歐洲。 在美國和西方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和禁運後, 中歐巴列不得不調整路線, 繞過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而行。 而且從這些地方返回中國的巴列, 中長期內都會面臨空傷的問題。 中國企業反映, 完善國家特別是俄羅斯等關鍵節點國家的動盪, 令中歐巴列運行面臨極大的挑戰。 除了上述兩個大問題外, 中央物流不暢順, 人工成本上漲, 以及由於俄羅斯銀行 從國際結算系統Swift中被剔除, 導致對俄貿易結算困難等問題。 美國時事評論人士維托認為, 這次中共在俄烏戰爭中的惡劣表現, 令到烏克蘭等中東歐國家看清楚中共, 因此中共的一帶一路在中東歐國家將遭遇滑鐵路。 維托認為其他歐洲國家包括德國、 捷克、匈牙尼、波蘭、 保加利亞、羅馬利亞等國, 也有可能會重新考慮與中共的合作, 警惕中共的滲透。 中共海上一帶一路的重要樞紐, 斯里蘭卡, 目前正面臨自1948年獨立以來, 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而俄烏戰爭又重創了 斯里蘭卡依賴俄烏兩國的觀光和茶業出口行業, 令到它的經濟危機加劇。 同時, 該國經濟危機還進一步轉向為政治危機。 到了4月7日, 斯里蘭卡群眾的遊行抗議已經進入第五日。 為平息抗議, 該國政府不僅在4月1日宣佈全國緊急狀態, 而且在首都實行銷禁, 還撤斷互聯網通訊。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 斯里蘭卡一共有350億美元外債, 其中中國持有的大概有60億美元。 是斯里蘭卡最大的債權國。 斯里蘭卡的經濟危機起始於中共的一帶一路債務陷阱。 即是通過向中國舉債, 由中國公司建設其港口、機場和鐵路等基礎設施。 為了解決龐大的債務, 在2017年, 斯里蘭卡被迫21億美元的代價, 將印度洋上有重要戰略意義的 漢班托塔港租借給中國。 租期為99年。 2021年, 斯里蘭卡又因為拖欠中國債務, 再次將這個海港的租期延期99年。 印尼是中共海上絲綢之路的首長國家, 也一直強調中立和不結盟。 近幾年隨著中共在南中國海和東南亞擴張和增加影響力, 印尼開始感到中共的威脅。 澳洲智庫諾伊研究所, 4月5日發布的最新半年調查報告顯示, 印尼人對中國的投資越來越警惕。 有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 未來十年最具威脅的國家為中國。 比之前的調查高出百分之十, 另外有六成的印尼人贊成和其他國家合作而壓制中共。 中共一帶一路也使印尼遭受很大的損失。 由中共國有公司成建的印尼首都雅加達至萬隆的高鐵工程, 不但員工時間大大延遲, 而且正面臨24億7千萬美元的成本超支。 這一行全長142公里的高鐵, 總建設成本已經從最初預計的55億美元, 暴增至最近的至少79億7千萬美元。 而且建成後還必須等40年才能達到盈規平衡, 比之前預計26年多了14年。 根據《日經亞洲》2022年2月的報導, 中方已經在鐵路項目上花了70多億美元, 而且仍不斷地向這個虧損鐵路項目注入資金。 如果鐵路項目取消, 中方的損失可能會比印尼更大。 還有一帶一路在綠路的首唱國哈薩克斯坦, 最近因為乾旱和俄羅斯暫停向其出口谷物, 正面臨小麥和麵粉的價格持續上漲, 外界擔心糧食危機可能會引發當地民眾不滿。 2022年初,哈薩克斯坦就曾陷入社會動亂, 起因在這個中亞大國隕藏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 但天然氣的價格卻上漲到令民眾難以承受的程度。 持續的全國性抗議令哈薩克斯坦原本就脆弱的經濟和金融市場, 受到進一步的打擊。 哈薩克斯坦的通貨膨脹率快速上升。 該國的央行在2022年初已經上調基準利率至9.75%。 哈薩克斯坦貨幣堅鍋也繼續快速貶值。 哈薩克斯坦是中歐貿易的關鍵陸路通道, 是中歐斑裂著重要樞紐, 也是中國重要的能源來源國。 中國、中亞天然氣三條管道都是從哈薩克斯坦過境的。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李培、王嘉儀的綜合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的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